2.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 於週五在基座回見烏克蘭總統 弗拉基米爾·澤蓮斯基 雙方討論了烏克蘭與俄羅斯持續衝突 莫迪敦促澤蓮斯基與普京坐下來進行外交會談 並表示任何衝突都無法在戰場上解決 莫迪表示 我想向你們保證 印度願意在任何和平努力中 發揮積極作用 希望烏克蘭和平 扎蓮斯基表示 这个不单单是一场冲突 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 这个不是俄乌战争 是一个名叫普京的人 和一个名叫乌克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 印度是一个大国 你有很大的影响力 希望可以阻止普京 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 感谢观看